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盐韵使 不 区区的盐韵使 哪来了那么大的能耐 可 那盐韵使的女儿 被侧妃娘娘召入了金林台 守卫的兄弟们说 侧妃娘娘只允许柳姑娘一个人释放王爷 难道是侧妃 侧妃虽然是妃威 但真正的王子 只有小王爷一人 他根本没有必要与其相争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杀害豆豆的人 与偷运贩卖私盐的人 是在一条线上的 这条线上 有温德 盐韵使 还有一位 能够让温德忌惮 盐韵使沉默 以及 能够所有测背的高手 是 神公子 莫志 快扶盐沈公子回去休息 今日大家也多累了 早些回去休息吧 朱姨 是的 月光 你 李 王爷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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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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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玲 拜见母妃 林儿 快快起来 这么些日子 你也都不去看看母妃 不知母妃急照孩儿来 有回钥匙 怎么 没有事儿就不能来看看我自己的孩儿了 我特意向皇上请指 来这金陵台看你 这没想到等了你一天你也没回来 又想着这河灯也差不多了 便差人叫你回来 母妃怎知 母妃怎知 还是去看活的 我哪知道那些民间的玩意呀 是让晨茜丫头去许你 她看你兴致正如你 便早早地回来陪我了 晨茜丫头 进来吧 去吧 晨茜 拜见娘娘 拜见王爷 林儿 你这怎么还害羞了呢 快扶人家起来呀 快起来吧 谢娘娘 谢王爷 这晨茜丫头呀 知道你要来 为你准备了点心 你尝尝 好 晨茜丫头 智书达理 晦智兰心 是一位难得的好姑娘 这以后呀 定是一位贤妻 我跟母妃还有钥匙要伤 你先下去吧 你分 我对她毫无兴趣 林儿 这皇家婚姻哪有什么自由可言呀 你虽为独子 你虽为独子 但咱们母子二人在宫里毫无靠闪 这柳成欢的父亲柳大人掌管官员调度 以后是你的一大助力 那儿臣的幸福母妃就不管不顾了 林儿 你是我的孩儿 你的幸福怎么可能不顾呢 你先娶了承欢为正式 正式立服了以后 你在那妾时 母妃绝不敢舍 不 我绝不会娶一个不爱我 我看你是最近太累了 你自己在屋里好好想想吧 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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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吩咐下去 从今日起 母妃 小王爷需要休养 行宫关闭 任何人不许打扰 母妃放我出去 母妃 什么人 我乃王爷进士 有钥匙兵报 兄弟 我是我帮你去 侧妃娘娘有令 行宫封闭 任何人不能进入 那我给王爷带句话总可以了吧 现在能靠近小王爷居所的只有 侧妃娘娘和言语室柳大人女儿 抱歉 行 陈儿姐 侧妃把王爷扣置回不来了 豆豆还在里边躺着呢 咱们现在怎么办呀 顾炎身受重伤 小王爷被软禁 现在能依靠的 也只有我们自己的 杀害豆豆的凶手 我一定要查出 算我一个 王爷命令 听后两位小姐拆遣 我万华 就算拼近万华楼所有的产业 也要将袖手找出来 我李大友 虽说是个杀猪的 但谁害了我的兄弟和朋友 那就得死 算我一个 豆豆这个憨憨欠我一顿酒 我家公子身受重伤 但我还能懂 也算我一个 莫臣 沈公子怎么样了 公子失血过多 再加上昨夜强行运功 还是需要休养一阵子 小夫人可有吩咐 莫臣你叫我少夫人了 那你让公子多多休息 你在旁边好好照顾他 当务之急 还是要把伤势修养好 这个交给你 你算了 肯定是要不负用 不负用 你再想做什么 肯定是有什么 你还不负用 别却 我还不负用 你还不负用 很便宜 你还不负用 不许你可否帮我们安排 那乔装成侍女混进去的话 兴许可以做到 只不过这混进去之后 应如此在娘娘隐皮底下见见王爷 这我就不知道了 哎 这个很可惜 哎呀 可得注意安全啊 站住 侧妃娘娘午睡将醒 就把这糕点给娘娘送去吧 这是给王爷的点心 小王爷自有柳姑娘照顾 难道娘娘的话都敢忤逆不成 的 品牌 你 你就跟她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